關懷明星發展中心裡的小朋友 中和親工會連續幾年 都來中心和小朋友一起玩遊戲過聖誕 今年繼續邀請中和民眾服務社理事長張志倫 一起關心小朋友 讓孩子感受過節的歡樂氣氛 一張張的願望卡是小朋友的耶誕心願 中和親工會會長李倩果表示 中和親工會持續關懷中和在地的團體 今年先讓小朋友寫下耶誕願望卡 配合小朋友的願望包好專門的禮物 送禮物給小朋友們 聖誕節是一個感恩的日子 那我們中和親工會持續的關懷中和在地的一些 需要幫忙的一些團體 像是明星兒童中心 我們已經持續第二年來到這邊了 那今天我們就是來到明星兒童發展中心 把每個小朋友心目中的禮物 一個一個的發送給小朋友 讓小朋友感受到 生物蛋禮物的一個愉悅的快樂 那你說換手 小小狗遇上小小孩會是怎樣子的情況 為而讓明星發展中心裡的小朋友 能有與小動物互動學習的機會 中和親工會帶來三個月的柴犬寶寶 還有柴犬奶奶到中心裡與小朋友一起互動 而到了最開心的發禮物時間 現場也充滿快樂氣氛 中心裡的小孩雖然有點特別 但在大人的指導下 其實孩子都是一樣的 那我們今天也是特地來 來跟他們一起來提前歡度我們的聖誕節 然後再發送禮物跟他們互動的方法 其實他們跟一般的小朋友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異的 那我們是每年都覺得固定了 聖誕節都在這邊辦 那所以也非常高興 希望大家能每年可以大家一起來 跟我們一起同樂來做愛心 有了社會的滿滿愛心 耶誕節也能暖暖過 學習付出一起分享 耶誕節就是大家團聚的日子 聖誕快樂 中家新聞 吳沛山 綜合報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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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